愚和悲伎 作者 九目 播讲 潜龙在野 第32集 婆婆 村长 身后边的年轻人 他们不停叫 花婆婆和村长都没停下 他们进屋里面之后 花婆婆就关门 将村长扶到 在椅子上坐下 和他倒一杯茶水 然后就劝着说 想走的 难倒的 婆婆 这些年轻人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快 村长就有些人 不明白了 唉 村长 你有所不知 十五月圆那一晚 留声 邀请淘大人 他们一班人 还有 王府 阿克丹 花灵 和花鹰 落他们 一起落洞 看来 在洞里面 曾经 讲了些古动人心的话 花婆婆 花婆婆说完 村长就一面疑惑地说 嗯? 为什么 是十五呢? 阿婆婆你知道 这些花 就慢慢都开放 不过 有长寿之用的 只是在初九 花婆婆笑笑地说 原生 老生都不明白 今天 今天 见到 花灵 他们几个 过来 落后市 老生 现在就 明白了 流星之意 就不是分享 蛇谷村的 长寿秘密 而是 在到 古惑人心 富贵 榮 说 长寿享乐 哪个人 能够在这种 幼儿 面前 不心 动的呢? 想 要控制 人心 就是 用一个 欲望的 欲知 就最好 不过了 流星 也都留了一手 老生 想 是 他 也都没有将 长寿花 在每月初九 这一件事 告诉大家 不是的话 流星 就不会在那晚死了呢? 寸杖又问 那 流星之死 和这个长寿花 有关吗? 花应乐 就和韦宏书 又去了一次流星的院子 一进去 就被人迷魂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应乐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不过 这个这样急匆匆的当夜 再去探院的话 不是 因为 心急去捏了那些花 还捏了什么呢? 村长就说了一下头说 阿婆婆你所言 激史 流星 隐藏了十年 在村里面 本本分分 压了村里面的人的信任 不是的话 老柳都不可能 将蛇谷村 这么重要的圣地 交付给他看着 老柳的错 终归是付托错了人 才会有今日花灵的反叛 呃 老柳呢 就有一个主意 哈 哈 婆婆你 请说 既然 流星 没有说出 长寿花的秘密 那 这条村 知道这个秘密的 也就是 村长 和老新两个的 而已 你 和我 都要死守 这个秘密 任得他们去吵 啦 反正 这个花 慢慢都可以 只要 不要说连根 那样拔起的话 这个花 始终 都是属于蛇谷村的 嘻嘻嘻 花婆婆 想明白了之后 亦都坦然了很多 有些事 预期过不去的话 不如就退一步 村长一边听婆婆 这么说一边 压头 他说 老柳 听婆婆的 但是 涉及到悲臣的事 就不能够妥协的了 大不了 不就如蛇妄婆了 花婆婆的语气就坚决地说 婆婆 你蛇得 到时候 还游得老生 捨不捨得呢 张大柱 自从得到了长寿花之后 对逃赤文 就真是死心塌地 他今天一早就拿到两个鱼叉 又去了河边 准备了几个大的竹 张大柱一叉着一条鱼 准够无误 在河边洗衣服的妇人 见到她捉了这么多鱼 就瞭她说 嘿 大厨子 今天 你是不是想把这些河里的鱼 都捞干净的 你们的人 吃得到这么多鱼吗 张大柱 对起满面的笑容说 嘿 嫂 好 这些鱼 是不是给陶大人吃的 是要感谢村里面的人 前日 我家大人为了二父准备后事 村里面的人都没有少帮忙 那个棺材 可以算得上是上等的木材打造 陶大人感激村里面的人帮忙 所以今天呢 就令我围村里面的人打鱼 价价都有份 阿嫂 你洗完衣服过来 选两条大的拿回去 不过 如果你家里面有人受了伤 就不能够预声 所以不能够吃鱼 对伤口不好 洗衣服的妇人 听完他说之后 开心到口都合不买 他就说 哎呀 真是有这样的好事 淘大人就真是客气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家里面就没有人受伤 两条鱼 我今晚黑就炖了 喝鱼汤 那阿嫂 我留两条大鱼给你 把厨子说完 在竹窝里面 拿出两条大鱼 送到来这位妇人的前面 河滩上边 其他人见到 都全部向这边望了 过来 把大厨大声叫 哎 诸位乡亲 徒大人感谢诸位的帮忙 今天梅家送两条鱼 要的就过来这边拿 河滩那些村民慢慢聚集过来 将厨子一见到 就一一地祝福 家里面有人受了伤 就千万不要碰这些鱼声 哪个如果今天吃不到鱼的话 等到伤好了之后 厨子我就一定能和你们补上 村民全部都拿了鱼 七嘴百舌地讨论 究竟哪个家里有人受了伤 就没有这个口福了 诶 隔离阿花鲁 昨天在梯上跌了下来 今天还一鱼一鱼 哎呦 我家里的侄子 昨天入山打猎的时候 被毒蟲咬了 哎 脚上哪里腫了一大块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好 他平时很喜欢吃鱼 哎呀 我家里阿姑爷 这两天 做这些木工的时候 不小心 还戒到手 哎呀 没办法 不过就是心痛他喝不到鱼汤 但是总不能够围住他 全家人都不吃鱼 张厨子就细心地听着那些村民说的东西 将村民提到过的名字都全部记下来 到了下午 张厨子就背着鱼框 就开始去那些几乎都有人受伤的屋里面 逐家送鱼 每去到一家都是这样说的 哎 陶大人呢 就感谢村里面的人帮忙 今天就叫厨子逐家送鱼 这个鱼原来就是在河里面生的 厨子我只不过将他们打捞上来 借花敬佛而已 如果家里有人受了伤的 就不能够吃鱼的 村里面的村民也都实在 家里的人有情况的话 对厨子也都不隐瞒 凡是受了伤的村民 张厨子借着关心地 一日查验了伤口 并且仔细地看了一下手掌 在这些人的脚上 都没有被夹夹过的痕迹 张厨子就有点急了 自己搞了一日 竟然一点练索都查不到 这一下子就真是奇怪了 多谢收听《羽黄悲记》 我是潜龙在野 如果你喜欢本专集 请你点赞订阅和转发 下集更精彩 3 2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